你 車是便宜的爬房 你剛檢查回來 醫生說 你已經躲過危險了 你現在要試過來 你現在要回來 你現在不會整棄相信 你怎麼不去死啊 我怎麼會說這種話 我沒有想要變成這樣 我...我想要... 我...我想要... 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是以前的車秘宏 我...我沒有想要這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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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覺得以前的車秘宏 你覺得... 是那個... 人人疼傷的女兒 是民主的好朋友 就這樣 他才會當作 人家的好感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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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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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不會讓我 我... 你怎麼會不會讓我... 好了 雖然說要沒辦法說話 不過看她的感情 應該是會靈人 這樣就好 人家洗澡也靠 洗澡也靠 手指也靠 現在平常這樣再靠 妳不怕 靠妳大手指 發生這麼好 我受到就痛了 現在只要她安心靜養 這樣就好了 對了 先生 還有一個明珠的體貝 這我是不問人家的 人家平安就好 體貝怎麼要緊 不過先生 明珠那台車很久 也會派到這麼嚴重 她自己也知道那台車很久 就不要騎那裡那麼快 她是無台無賜 所以被卡蓋在裡面 如果說速度很快 有可能是當下壞掉了 那朋友趕快回來 那晚上要路又壞掉了 那如果是當下壞掉的什麼東西 才會嚇壞掉了 之前那個體貝 就一直漏掉 我也堅持說 她要換一台 她就暗了 就說要等你來收 先生 妳不要這樣想啦 那體貝漏掉 是常常有的事情 如果是落臉 那也經常聽不懂而已 不可能會出這麼大的事情 我還是覺得 明珠怎麼差不這麼簡單 你是說有人要害他 也不一定有人要害他 也有可能是 竟然在做算而已 別亂說 明珠現在平安就好 對啦 現在說我們有道理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Ocul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